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心的体大 因为有生命 所以就有了相 有了相 就有了用 而相 用 没有离开体 因此《起宪论》才会说 真如门 生命门 都设一切法 一切万法都没有离开真如门 也没有离开生命门 因为体跟相用是相应的 是不理的 这是《起宪论》很特别的地方 上个讲次我们提到 众生由于无名 所以就不觉 如果想要明 想要解脱 就要有不觉 而开始死觉 也就是不觉呢 明明门 明门糊糊 那忽然觉悟到我们明门糊糊 会带着烦恼 发心 想要修行 那时候就开始有所觉悟 叫做死觉 而死觉就慢慢的 慢慢的 这个觉悟觉察慢慢的多 多到能够完全觉悟 也就是究竟觉 究竟觉又回到了本觉 又回到了我们众生心的本来面目 从生命门又回归真如门 这当中有三系六出 五意六然 有三系六出 三系六出我们上个讲次做了说明 那今天会进一步提到五意六然 意 意识的意 然是染污的然 我们来看看从不觉要回归本觉的话 就是要离四项 这里的离四项跟《般若经》的离四项是不一样 《般若经》提到说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是就众生本身的无名而言 但是《般若经》提到离四项 《般若经》提到离四项 也就是《般若经》提到离四项 《般若经》提到离四项 没有那么好 那就要从意相离意相而去顿悟 或是离四项而去顿悟 可是根基最差的就必须要从离灭相开始 离灭相 离意相 离住相 离神相 也就是生住一跟 gir 三项 我们是提到我们的心本来是清静 但是有依恋无名生起 那个时候叫圣相 有圣相之后 又有住相 又有意相 又有灰相 这个就是流转门 这个就是生妹门 本来我们是清静的 我们的心是清静的 是真辱的 但是一念无明 所以那个本觉就有了不觉 那不觉本来的不觉是比较维系 慢慢的 这个不觉就越来越大 那个叫做生相 住相 义相 以及美相 生住义美 而反过来 如果想要修行成佛的话 那就以一般根据而言 就要先从灭相开始 离灭相 或离异相 离住相 最后离生相 离生相就是最后根本无明灭掉 而成佛 这个是启信论 也就是佛信论 如果讲离世相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般若经》讲的 离一切相 因为反说相皆是虚妄 《般若经》讲的离一切相 或是离一切相 都还是在表面上讲 但佛心论 启信论讲的离一切相 就已经非常维系 专门是指这个心的生住一面相 心的生住一面相 为什么要从灭相开始来离 先离灭 或后义 或后住 或后生 这个我们在打坐就有这种经验 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心安住在所缘境上 安住在所缘境上 以呼吸为所缘 比如说我们心专注在呼吸上 没有几秒钟 没有几分钟 本来在鼠息的 或是在水息的 那个心就跑掉了 跑掉了 心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忽然之间我们才发现 我们的心已经跑掉了 这个可见得 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就能够体会出 生相 我们往往都不觉察 等到异相 住相 异相 后要面相 怎么搞的 一个念头 又转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又转一个念头 那个时候我们才发觉 也就是在禅修时 我们就能够觉察到 一下子要观察到 生相是很难 是这个念头 不晓得转了多少次 念头已经是 胜注异灭了多少次 那个灭相 胜注异灭 胜注异灭 灭到又有一个 比较粗重的念头 一跑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说 我们离开所人境 离开太远了 修行 就是先离面相 再离异相 再离住相 最后离开生相 这个就是修行的要领 这个就是离一切相 在佛圣论跟在《般若经》 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意思 当然如果以维世学来讲 离一切相 就是要离相事 相的事 维世的事 相就是相状 就是要离相事 而正性事 要去证 要去证 性的事 什么是相的事呢 这个以维世三性而言 所谓的骗济所执性 它就是相事 它就执着这个相为真实 因此骗济所执性 它是情有礼物 而骗济所执性 是来自依他其性 那是因为依他其 是因依阿拉耶士的种子 而起这个最重要的因 还要加上其他的缘 有依他其性 所以就有那个法相出现 一个法相出现 就无名的话 就骗济直 如果稍微懂得缘解的道理 就会安住 于依他其性当中 但依他其性 还是因为有相 我们才能够注意到它 依他其性 是假有 所以离相事 而正性是指的就是离心的骗济所执性跟依他其性 而原诚实性才是真的性事 就是他的真实性 他的真如性 他的清净性 这个是在不同部派中 虽然是同样的名相 同样的字言 但是含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就详细的先看这个注解的文字 看注解的文字我们才能够理解 《起性论》所原的离事项 跟《波浙经》跟《维世学》那是不一样 41月的倒数第六行 就是解释文 就是说先把如何从不觉而始觉而究竟觉的过程 的文字先做一个纲要的说明 这个纲要说明我们了解了 以后我们再看经文就可以看得懂 此事项 因为这边先要了解什么叫事项 此事项 但曰真心随心 出细差别 既说为事 非曰一刹那心 明事项也 这个事项 在《起性论》里面所谈的 生住意味事项 并不是就一刹那心 来说明生住意味 我们一刹那心 有没有生住意味 有 而且很快 生 立刻 也就是生的当下 就已经 但生的当下 立刻 非常维系的 当中有住有意 这是一恋心 也有生住意味 任何的现象 都有生住意味 因而当我们在讲生命的时候 有两种 最主要的解释 一种就是一刹那心的生命 一种是一起的生命 什么叫做一起 设法 设法的生命 时间比较久 有一定的时间 或是不一定的时间 时间它是比较久的 我们的设法 这是物质 以人来讲 我们的身体 这个是设法 设法的生命 我们称之为一起生命 因为我们的设身 从开始转世投胎 一直到出胎 婴儿 婴儿 童年 少年 青年 壮年 老年 死 这生命 这段时间 设法的生命 比较久 我们称之为一起生命 它有一定寿命 而这个命 我们称为命根 命的根 会活多久 我们这个身体会活多久 一定有它的根 我们称为 我们称为命根 这个命根 是有前世所造业力而决定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这一世的所造业 前世的命根是固定的 比如说我们前世 不杀生 后杀生比较少 我们这一世的寿命 可以得到八十岁 但这一世的业力也有影响 这一世 我们如果能够很自然 没有什么大恶业 大善业 那么我们预期的寿命 就是八十岁 这个在人口统计学上 称之为预期的寿命 Life expectancy E-X-P-E-N-T-A-N-C-Y Life expectancy 也就是期待可以活多久 比如说台湾的平均寿命 女性七十五岁 因此呢 在台湾生活的女性 预期可以活七十五岁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活七十五岁 有的活得比较久 有的比较短 那个Life expectancy Life expectancy 就是佛法中的命根 就是决定于过去世的业力 过去世的业力就 让我们心里头 有一个命根 有一个命根 但这个命根还是会变的 因为它只是因 还有其他的缘 就是这一世所造业 所造业呢 有可能意外和死亡 有可能 因为饮食不对 作息不对 所以就提早死亡 或者是能够助于调养 助于保养 就能够令本来可以活七十五岁的 延长到活九十五岁 一百岁 就是这种各种因缘 《起现录》里面讲的四项 可以简化成生命这二项 而生命有两种 如果就设法而言 我们称之为一起生命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 它重远何合而出现 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生相 那生相 它也不断地在改变 那个是住相异相 但是这个桌子 要毁灭掉 要消失掉 那个时间比较长 如果不是人为的破坏或是意外的破坏的话 这个桌子可能可以放个一百年两百年 它才会烂掉 才会坏掉 有一些桌子可以放几百年上千年都可以的 材质好的话 所以设法的生命像 我们称为一起生命 但是心法 心所法就不是一起生命 我们的心法 心所法 我们称之为刹那生命 是刹那的 你看我们的设法 是可以相对而言是比较久了 虽然有一些小动物 比如说招生牧死的小动物 但至少它也有招生而牧死 这个半天的时间 可是我们的心法不一样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心理作用 都是刹那刹那 刹那刹那在改变 刹那刹那在改变 那个叫做刹那生命 而世尊教我们禅修 教我们禅修 教我们要入三魔地 尤其最重要的是入一心 入一心 这里的一心指的就是真如心 就是佛性 当然一心有好多的意思 一心有的时候是指一个念头 或者是刹那生命的念头 或者是一个无名也叫一心 但在《起心论》里面讲的一心 就是心的真如相 真如门 也就是心的自性 心的自相 心的本来面目 透过借定慧 可以用一种强大的禅定力 让我们心不动 虽然四禅四空定的心 还是在动 可是呢 相对我们欲见的凡夫心 它是比较长的 如果有空慧 的话能够正得一心 正得一心 正得一心的意思就是 尽管心有生命 生命当中有助有义 尽管心有生助义妹 但是我们正得空慧以后 我们心尽管有生命 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定 我们不会被心的生命 我们不会被心的生命向所影响 我们还能够保持觉醒 能够挤挤星星 星星挤挤 能够挤而造 造而挤 这样子的话也是修行的一个要灵 这个是心或是心所 它是刹那生命 色法是一起生命 我们等一下要看到 《起信论》里面所谈的 不是就一刹那心的生命来谈 而是就什么而言呢 但曰真心随心 粗细差别 既说为相 这里的四相指的是说 真心随心 什么叫真心随心 真心就是真实的心 真实的心就是不变的心 也就是指我们的本觉 或是原觉 或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本性 自性 心性 但真实的心 我们众生心真实的心 它是不动的 就像谭经所说 自性 本不生命 本无动摇 本自清净 可是呢 真心随心 有随心的现象 这个熏就是熏洗的 这个是以物质的熏洗做辟语 我们把乡间把蟑螂丸放在衣柜里面 慢慢的衣服就会有香气 就会有香气 这种熏洗的能力 在设法上 在物质上 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印度佛教 只有染污心 妄心的熏 并没有真心 并没有真心 清净心的熏 因此 这个玄奘大师 他到印度去的时候 提到 说 我在中国 看到大圣起心论 大圣起心论 不仅仅提到 忘心的熏 也提到 真心的熏 这个印度人吓了一跳 印度人从来没有看过 这种经文 印度 没有大圣起心论 印度没有大圣起心论 西藏也没有大圣起心论 大圣起心论 他们是中国独有的 中国独有的国宝 这个玄奘大师说 我们有染心的熏 也有真心的熏 这个印度人搞不懂 真心怎么会熏 因为他们只知道 染污心的熏 什么是染污心的熏 这个就是维世学所说 现行 熏种子 种子起现行 现行指的是七转式 七转式 从莫纳式以上 七转式 有我执 有法执 有四祸 我见我吃我爱我慢 就影响到第六式 影响到前五式 这个叫七转式 这个叫慎行 现行 现行 一有造作以后 现行 就熏 种子 就会熏 这个习气 在阿赖耶士 熏 种子式 种子式 也就是更不是阿赖耶士 让阿赖耶士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种子 这个时候不是香精的香气 或是臭气 就像立法院一样 臭得要命 好 那么是现行 熏种子 在印度只有染污心 妄心的熏 没有真心的熏 因为他们没有大圣起心论 那这个中国才有大圣起心论 大圣起心论里面提到真心也会熏 那真心为什么也会熏 真心 我没有提到 真如他有这个提 是毕竟清净 可是他的相 具足一切功德 就像谭经所说 何其自性本质具足 而这个自性具足一切功德 因此自性不是像印度所理解的空 空无异物 那中国佛教中的心性自性福性 是 充满了功德的 是具足无量的功德 也就是提 他有 无量的功德 有无量的功德 他自然就能够产生作用 这个就是真心的熏 他能够产生什么作用 如果能够保持清净的话 这个叫入真如门 如果有意念无明 这样子就会入生命门 有意念无明 不只是产生一个恶的念头 能产生善的念头 也是无明 因为一切法本质清净 本质极灭 但你一有恶的念头 一有善的念头 那就是有所分别了 有所分别了以后 就慢慢的会产生 恶的分别、善的分别 有善的分别当然好 可是放眼看过去 我们这个人世间 并不是一切都是善的 我们如果只有善分别 而不能够与地意义而不动 我们就都是好人 而好人一定吃亏 因为世间都是坏人 一看到坏的现象 就气得要死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子 把我气死了 我是这么好的人 结果你们那么烂 我跟你们在一起 简直是污染了 简直是污染了 所以你看 其恶恋 固然是一种无明 其善恋也是一种无明 都是无明 我们这边就讲说 真心随熏 真心被熏 随着熏洗的力量 什么熏洗的力量 就是无明的熏洗力量 而无明也就是分别 就是因为有依恋不觉 一念没有保持觉醒 没有保持觉醒 比如我们晚上睡觉 要起来上洗手间 迷迷糊糊 那个就是不觉的样子 迷迷糊糊糊糊糊 跟白天很清醒不一样 当然白天我们也经常在做白日梦 跌倒的都不知道 就是不觉 就是因为不觉 因为没有保持清醒 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就熏那个真乳 就是真心随熏 就是随着分别熏而熏 出细差别 就是出细差别 身心本来是清静的 连细都没有 可是第一念无明 那时候最细 慢慢的 所谓一心生三细 一境界长六初 所以三细相 这个就是比较细 然后一 第三种境界相 就长了六初相 六初相就比较粗 而三细中 有细中细有细中初 六初中 有初中细 以及初中初 这样子三细六初的差别 所以既说为是 这边要讲的事相 不是就一刹那心的 生住一命的事相 而是就 那时候 我们众生 都有的真心 因为有了一刃无明 受到分别熏的熏 然后这个分别熏 心就开始动 一直动 动到越来越大 到什么时候最初呢 就是 初中初的最后一个 叫做 夜细苦相 夜细苦相 那已经果报现前了 不能转 能够转的就是 企业相 如果说想要修行 那是在夜细苦相的时候 有所觉悟 有所觉悟 我们怎么老是烦恼多多 老是不快乐 老是不能够保持清静 从夜细苦相 有所反省 有所反省 想要修行 学习 那时候就是发心学佛 而发心学佛以后 能够转的 一般根基而言 就是转最初的企业相 企业相是什么 就是我们第六四 产生了一个 私心所 或者是五蕴中的行蕴 我们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企图想要干什么 这个叫做企业相 也就是当我们修戒修定 尤其在修定的时候 很容易发现 我们的念头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动机 要干什么了 那个就是企业相 断了企业相 紧接着往内断 就是既明智相 直取相 等等这样子 一直过来 既明智相 直取相 相续相 智相 这样子 六初相断完了 再断细的 所谓 所谓 静界相 能见相 以及无明异相 我们有 正心 虽然它是由戏而出 生 住 义 魅 而修行就反过来 这个叫做 还魅 由魅 而后 亦 而后 住 而后 生 那就是一直 反过来 今旧始觉 返流环境 始终生 住义魅 四相 以明重返至圣 始觉见次 之分歧 那现在开始要讲 这个修行 就是从不觉 不觉 那就是 我们完全没有反省能力 如果能够在夜戏苦相 夜戏苦的时候 有所反省 有所觉醒 我们就是始觉 今旧始觉 返流环境 也就是逆流而上 就是往内 由这个魅相 而一直回到生相 回到本来的清静心 始终生住一魅四相 以明重返至圣 来说明 从凡夫到圣人 始觉见次之分歧 始觉见次 这个始觉 始从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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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有所觉醒的时候 开始算 这个叫做始觉 如果就菩萨道而言 我们如果就十性未来讲 那就是初性开始 如果维世学就是初注开始 那一直到地时地金刚预定心 等觉 始觉 这个都是始觉的过程 觉醒的范围越广 保持的时间越长 这个叫做始觉 始觉见次 这是一步一步 这个不是顿悟的 这个是见修见悟的 是分歧 我们经典上经常看到分歧 这两个字 这分歧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想不通 因为这分 分是分开 而这个歧 歧是整歧 所以歧是整歧 它等于是一致 等于是没有分开 可是为什么有这个分歧 这两个字的用法 分歧 又成为分季 实季的季 大家要记住 以后看佛书你就看得懂 什么叫分歧 如果就字面讲 分是分别 其是整齐一致 然后分歧 这两个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 但是佛经上用分歧 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 分歧也可以成为分歧 而分歧分歧的意思 其实是分别 可是又跟分别不一样 又跟分别不一样 哪一点不一样呢 哪一点不一样 我们用电器做辟语 电器 以前的电器 只有开跟关 两道 一下子开 一下子关 如果一下子开 一下子关 这个电器比较容易坏 为什么 因为本来没有通电 现在你开关 一开 那个电突然就冲上来 然后你要关 一关 它整个就断电了 而现在的电器 为什么比以前的电器 可以用得久 因为现在的电器 我们的理事长是专家 现在的电器跟以前的电器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开关 打开要开 那本来是没有电的 我们现在即使开 它那个电不是碰了一下子冲进来 而是非常维系的 像奈米那样细 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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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慢慢加稳 你开车的时候 你开车的时候 如果开关一打开 一踩就要走的话 这个车子很容易换 因此呢 你就要慢慢加稳 慢慢的 让它热一下 然后开了 你不要启动 你让这个引擎热一下 然后才开 这样子车子比较不容易换 这种情况叫做分歧 跟分别不一样 分别是什么呢 开跟关 只有两段 一下就过去了 不是开就是关 但是分歧的意思是 从开到关 它是维系的 它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那个电慢慢的减少 慢慢的减少 从关到开 那个电是慢慢来慢慢增加慢慢增加 这个就是分歧的意思 所以这边用讲 初觉见识之分歧 并不是说 死觉见识之分歧 并不是说死觉 然后碰了一下子 就是就见觉 就是本觉不是 也简单将来不是顿悟 而是见悟 从死觉到就见觉 它是有非常维系的程度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这样子的过程 他强调的是过程中程度的不一样 非常维系 非常维系 我们科技的进步 现在奈米晶圆 奈米现在台积电可以生长到3奈米 全世界的最顶端的生产技术 那就是分歧 若总论心性 本来理念 无生无灭 有无名利 明智心体 唯违继性 鼓动起念 重细致初 乃有生住 异灭世相 为住不同 前后记异 前记罪为名为生相 后记罪处 后记罪处 明为媚相 若总论心性本来理念 我们如果讲心性 或者是佛性 智性 如来藏等等 就是心的本性 如果是讲我们心的本性本来理念 因为我们知道有念 一定是一无念 才有念 不觉是先有觉才会不觉的 所以总论心性本来理念 我们心性本来没有各种各样的妄念 念头 无生无灭 也就是必静清静 它不动摇 无生灭 可是呢 由无明力 迷至心体为极净性 鼓动起念 但是由于无明的力量 无明的力量有很多原因 无明力量有很多原因 有的时候是身体的原因 身体的原因 比如说生病了 那时候心就很难保持清醒 或者是晚上睡眠不足 晚上睡眠不足 也会令我们无明 或者是喝醉酒 然后吸毒 或者是吸毒 种种情况 或者是心里很急 很烦 急着要做某件事情 或是急着你要赶车子 这一班车如果没有赶上 可能又要待半个小时才有车子来 所以先急 那时候也会无明 那都是有很多的原因 生理上的原因 心理上的原因 不能够保持清醒 不能够保持明白 这种无明 种种的无明力 迷自身体 对自己的心体 也就是自己的心性 迷惑 不了解 没有看清楚 所以修行要领就是在这里而已 随时心要定 随时要保持清醒 随时让心最好能够不生不灭 最好能够理念 即使有生灭 也要用波热空会 来穿透 我们生灭心是虚妄的 不是真实的 这样子就没问题 但是因为无明力 迷自身体为寂静性 就是违反 违背 心性本来的性质是寂静的 鼓动起念 本来我们的心性是无念 但是一念无明 我要干什么 某人对我不好 这个时候就起了念头 就从戏至初 由戏就是无明夜相 或能见相 境界相 乃至于智相相须相 一直到最后 起夜相 夜息苦相 乃有生住一面思相 为住不同 也就是戏跟初不同 前后记忆 前记跟后记 前记就是过去 跟现在跟未来 我们可以说 前中后记 前后记忆 就是前后时间 是不一样 前记最为 就是我们心在动的时候 前面就是最前记 也就是一念无明 升起的时候的 那是最维系 我们称之为生相 我们称之为生相 后记最柱 最后面的称为灭相 这里的灭相 这里的灭相 只有讲到六处相的第五处 也就是起夜相 因为这个夜息苦相 已经是果报了 已经是果报了 而在生住一面的灭相 而在生住一面的灭相 是讲到企业相 那其夜相 就是心里头有了一个动机 要做什么以后呢 心就改变了 就我们所谓 这些动发圣思 就开始采取行为语言 故佛性论云 一切有违法 曰前记与生相相相应 曰后记与灭相相相应 曰中记与住一相相相应 这个佛性论 佛性论是世青菩萨所写的 世青菩萨 他是维世学的大师 可是他也写这个佛性论 那佛性论里面提到 一切有违法 曰前记与生相相相应 如果我们讲 最早最早 有违法 最早最开始的时候 就称之为生相 曰后记与灭相相应 而后面最后面 我们称之为灭相 曰中记 那这个在生跟灭之间 有住相有异相 总之就是生住意灭 那生住意灭 讲得最清楚的就是起心论 这样子也让我们更知道 我们这些念头 乱七八糟的念头 到底是怎么来的 了解了这个生命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还内 我们就可以泛流还原 而回归我们的本性 这个就是修行 我们下转发了个程度 我们下转发了个程度 在这些人 我们下转发了个程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